喂喂喂大董良你在搞什么啊 准备搞糖醋排骨啊 糖醋排骨为什么还要放陈醋啊 我在外省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啊 外省是外省 我们现在是在广东 你是做粤菜的 不管你去到哪里 都要按粤菜的做法来做 来我教你最正宗的糖醋排骨 哎 手部又挂上去了 水又不关 哎 咬了咬毛 黑妈妈的糖醋 你今晚拿回去喝掉它 来 我们先调个糖醋 我们先准备食品白醋 详细的配方 我会以文字的方式放在视频的后方 全部倒入不锈钢盆中 再倒入OK酱 冰花酸梅酱 片糖 山楂片 番茄沙丝 皆知 所有材料都倒入盆中之后 拿去煮半个小时 再加入两个柠檬片 把这些片糖啊山楂啊 都煮至融化 这是我们煮了10分钟的效果 这个山楂片也差不多融化完了 但是还有少许的还没融化 继续煮10分钟 好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全部都已经融化了 赤皮胃也没有了 然后我们抬出来 用一个盆子 再用一个密格 把这个柠檬片 还有那个酸梅酱的籽给隔开 糖醋已经调好了 下一步我们开始处理排骨 我们买回来的排骨呢 冲水三到四个小时 把血水冲洗干净啊 你看这冲的白白 还净净的哦 还有砍白骨这一块呢 可以交给摊饭哦 尽量砍小块一点 毕竟条件也不好 三至四个小时之后 我们拿起来控干水分哦 一定要控干水分 晾干水分之后 我们倒入盆中 下入少许的底味盐 千万不要下味精 这道菜啊 下入一点点米酒去腥 把它捞均匀 捞到几胶之后 下入蛋黄 再次把它捞均匀 蛋黄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下入干生粉 不要上太多啊 第一次把它捞均匀 我们下入这个干生粉去 给它上干粉哦 搅拌均匀 然后捏成一团一团的圆圆的 这样就会特别好看哦 也不要上太多 好就这样 这是我们上好粉的效果哦 然后我们烧一锅油 到这七层油温哦 把这个上好粉的放下去炸 先不要去动它哦 油温一定要够高 不然会掉粉啊 先不要动它 定好形之后 我们再去推它 这样粉就不会掉了哦 震炸五分钟 这个是我们震了五分钟的效果啊 你看都已经浮起来了 就证明已经熟透了 我们把它捞起来 然后把油温烧高 再复炸一次 不要炸太久哦 三秒就够了 然后捞起来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油 把彩椒过一下油哦 快一点倒出来 再烧水 下入重一点的盐味 下入菠萝 彩椒 倒出控水 下入一点点油哦 把我们熬好的糖醋 放进去 把它煮热 煮热之后 抠入水淀粉哦 尽量打结一点 才能挂到排骨上面 好 抠好芡之后 打一点点放到勺里面了 把排骨放下去 再把这个放在上面 把它逗均匀 不要开火哦 好 再把菠萝彩椒放下去 这个时候要下尾油哦 才会反光 用铲子给它逗均匀 不要开火哦 OK 装盘 糖醋排骨 你学肺了吗 得晕